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继续我们的抗连故事的播讲 我们继续在一陆军,就是一军二军的战斗中继续我们的故事 那1936年冬至1937年春是杨靖宇生命中最困难的时期之一 两次西征失败,一军的元气大伤不能再战 他不得不率军部和一三式的余部进入环宽游击区的深山命令里修整 选择这里,躲避日卫军大讨伐表明了杨靖宇指挥战术撤退的才能 环宽游击区的密营远离金川河里根据地 多藏于元始林区之中,缺少人员没有道路 我觉得活动固然不易,敌人进山讨伐更为困难 1936年冬,敌人在河里地区找不到杨靖宇 也曾将大批的兵力派到环宽山区 当这些讨伐队进山时,为了保卫密营 不让储藏的粮食弹药和其他的生存必需品被发现和毁掉 杨靖宇常常率队离开密营 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临海雪中到处转移 露宿山林,草根,树皮,冰雪 成了这年冬天一军部队的主食 杨靖宇此时仍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把那些连可吃的树皮和草根也找不到的日子里 那么他就带头大把大把的吃血 以便与战士们谈笑风生 讨伐队撤退后,杨靖宇率队回到密营 他卧心长胆,下力抓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健全各级的党组织培养和配备干部 为新的更残酷的斗争做准备 为了鼓舞士气 他甚至还动手编写了一个名为 《王小二放牛》的小话剧 描写了一个受日寇蹂躏的放牛娃 参加抗日联军的经历 激发了战士们对日寇的仇恨 这一系列艰苦的工作 使遭受重大失败的医军 重新换发了生机 1937年的春天正在来临 这时一种传染病又在部队里大量的蔓延起来 几乎使得医军的战斗力彻底的瓦解 杨靖宇只好暂缓军事行动 全力给大家治病 这场不明原因的传染病 一直持续到6月才悄然的退去 他来的突然 走的也突然 却给异军的指战员的体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随后七七事变爆发 杨靖宇再也坐不住了 他明白七七事变已经使东北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过去东北抗日联军 仅仅是为了收回东北而战 现在这支队伍 每在东北境内消灭一个敌人 就等于用实际的行动牵制了一个日军 静观 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那杨靖宇迅速制定了一个 以游击战争钳制日军入关 支援关内抗战的斗争方针 7月中旬 他以亲率身体尚未完全复原的 军部支属部队150人 向清源方向出动 打算联系隐藏在那里的三师的余部一起作战 途中 他还计划袭击凤吉线上的旅客列车 向全东北人民宣传全国抗战的新形势 因为中途迷路 7月16日 这支部队在兴京县第三区 与日军的松原部队遭遇 激战6个小时 将敌之击退 日后急忙派出大批的兵力回脚 一军袭击列车的计划无法完成 与三师会合以后 急速的转回 环宽邮寄击区 9月5日 杨宁与率军部支属队袭击宽垫马路沟 伪修路警备队 13日 又率领军部和议事200人 攻取星星五区两个集团部落 10月31日 再率军部支属部队 杨宫宽垫四平街 同时将主力 埋伏在四平街与双山子之间的道路两旁 剪断了通往本西还人的电话线 战斗打响 双山子日军30余名 乘三辆卡车 向四平街赠援 车进到伏击地点 我军发起冲锋 与原理展开肉搏 日军大队长汽车被击毁 日军全部被消灭 杨宁与这时幼灵部队 从四平街扬拜撤围 引诱日军出围子 四平街的日军果然出动 要来半路接应双山的日军 我军再次在其必经制度上 设下阻击线 两军相遇 车身枪声打起 日军小队长当场逼命 愚众溃逃 一军两战皆胜 12月4日 杨宁与又指挥部队 在南英坊老边沟 与敌人激战9小时 毕伤日军33名 然后迅速地返回还人 突袭雅河口低聚点 缴获日军守备队 大米5、6千斤 解决了部分越冬的挤压 这年的秋天和冬天 一军三师也在南马的西域 展开了一系列战斗 7月18日 三师一部在开源县松木岭 袭击日军钢田讨伐队 击毙钢田中佐以下13人 随后又在清源县 七道河子 伏击日军 汽车一辆 BD20余 同日 三师市长王仁斋 率领一支精干的手枪队 潜入奉天的市郊 在东陵附近突然勤获 伪凤天省土木厅高级官员村上博 敌人文群赶来时 王仁斋已经率部位转向辅顺 10月5日进入辅顺城内 搞得全城敌人草木皆兵 这两次出击 在日为统治中心地区 造成了政治影响 远远大于实际的军事意义 他们引起的地震 让日本人清醒的认识到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后 一度销声匿迹的杨景宇又出现了 1936年冬天 为了彻底肃政 东北这个战略后方的治安 向大规模入关的日军提供兵员 关东军和韦满洲国军政部 再次出动东北日军 和韦满军机动部队的全部 仍以南满和下降为两个重点 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讨伐 关东军司令部 由于对韦满军去年进行的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不满意 决定这次将围满军用于下南地区 日军负责到南满讨伐严定 1937年10月 关东军投入南满大讨伐的兵力 高达两万两千余人 飞机一百架 超过了1932年讨伐这一地区 数万异用军事的规模 日军还组织了以宪兵 曹长长岛御次郎为头目 由日本宪兵警察与叛徒特务 参加的长岛工作班 与日寇黑旗游击队相配合 对我军进行了军事打击下的政治右翔 那么这年冬天 日委在一路军活动地区 建设集团部落和无人区的计划完成 我军与地下党群众的联系 基本被割断 无论是为了粮食布 还是为了一发子弹一片药 都要进行流血的战斗 日本人终于达到了目的 过去他们到处找不到抗联部队 现在抗联部队为了生存 必须主动来找他们交战 过去抗联部队只与他们进行野外性质的游击战 打零就打 打零就走 完全掌握了主动 现在抗联部队却必须对敌防守兼顾的城镇和集团部落进行攻坚战 以获得生活的必须品 主动变成了被动 日委军却可以以一代劳 以坚诚战术 对付缺少重武器的抗联部队 战争不仅从战略 而且从战术的角度发生了对敌人有利的转变 10月 在敌人军事进攻和政治右翔之下 中共的柳河线尾首先遭到破坏 同月 三师师长王仁斋 在清源县钓鱼台遭地伏击 装力牺牲 不久 三师的政委周建华带队 在开园清源西风活动时 与敌遭遇 为掩护部队的突围而阵亡 那么王仁斋和郑建华都是吉利人 早年入党 自南版游击队实习起 就是一军最重要的战斗武官 他们的牺牲是牺牲失利后的三师 又遭到了一次非常重的打击 那么已经没有力量组织新的西征的杨靖宇 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作战地图 那么这张地图呢 已经为近日 已经为进入南满地区的大队日军的 蓝色标志所驻码 他清醒的意识到 环宽游击根据地已成为 京东明春日军进攻的重点 在这一个高度集团部落化的地区 一军要获得挤氧和弹药十分困难 继续滞留此处 无异于坐以待毙 一军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 寻找敌集团部落 尚未完全或巩窝的地区活动 才有生存的机会 那么杨靖宇的目光 注意到了位于环宽游地区东北方的 吉安老岭山区 日本人正在这里 修筑通化吉安铁路 野外暴露的目标较多 便与我军取胜 并获得吉养和弹药 那里地处中朝边境 山大黎密 一向很少有抗日军活动 日寇因为尚未将其完全集团部落化 便与我军开展斗争 建立新的游击根基地 北上老岭还可以将日寇的讨伐部队 主力从环宽游击区引开 敌人在南满地区盯住的 首先就是杨靖宇 这颗标价为一万元的人头 杨靖宇相信 只要他走到哪里 日寇的重名就会跟到哪里 这样也可以使得 黄宽根基地 不至于受到敌人更加严重的损害 还有就是老岭山区 与二军活动频繁的 辅长白三线近在支持 面对南满日益恶化的新形势 他也想通过向老岭突围 寻找一支阴信不通的南满省委书记 易入军总政治部主任魏正明 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杨靖宇1937年冬末 为自己选择的突围方向是正确 从全局意义上讲 北上老岭仍然是 易军两次西征失败后 被迫实行的又一次新的退却 但这次退却已给他赋予了 新的进攻的含义 哪怕在最困难的境地里 杨靖宇也不会允许自己一味退却 杨靖宇随即对易军的各部 重新进行了部署 那么他让易军参谋着安光勋 在西征后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元气的伊师 在环宽根基地原地坚持 隐蔽不战保存实力 命令二师转向敌人目前不大注意的 蒙江 徽南 华调地区的山林地带 修建秘营 储藏 粮食和其他物资 以备在最困难的时刻使用它 对伊二师做出这种安排 是杨靖宇深思熟虑的结果 南版地区的斗争越来越残酷无情 他让伊二师分别在相隔数百里的 两块游击区里 坚守和建设两处密密营地 彼此还互不通气 正是为了万一他北上老岭失败后 可以向上述两地转移 他甚至想到了 如果他和他带领的军部直属部队 彻底失败了 只要伊师和二师还在 伊军就没有被全部消灭 就可以继续战斗 1938年2月 杨靖宇率领伊军司令部和直属教导团共五百余人 离开了黄宽游击区 踏着山间墨西的大雪 向吉安老岭地区突围 部队在忙忙的领海中迂回行进 机智地避开了一队队进山讨伐的日军 艰难地跋涉了一个月 于三月中旬越过浑江 悄悄地进入老岭 将大批的敌人甩到了身后 为了获取宝贵的粮食和弹药 伊军部队立刻投入战斗 3月13日黄昏 杨靖宇兵分三路 突然袭击了老岭隧道西口 日本东亚土木诸事会社的工地现场 11道沟发电所 12道沟供用仓库三个目标 战斗打响 满怀突围成功喜悦之行的我军指战员 犹如猛虎下山 攻击了12道沟仓库的100余人 首先撕破了敌警戒线 将其工程供用仓库团团包围 日本警察助理被击毙 供用仓库被我军占领 接着其他两路人马 也将工地现场和11道沟 发电机房占领 手机全部被消灭 建筑器材和运输工具 细数被焚毁 我军缴获面粉800袋 大米12包 以及一些衣物 为在老岭山区站稳脚跟 筹得了足够的积养 这场战斗 使日扣直接损失20万元 工程被迫停止两个月 灯北通话省警户厅接到报告 派到大批的军警赶到现场 我军早已撤出 中朝劳工跑得一个不剩 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异军 劳领隧道破溪战 拉开了异军一系列战斗的序幕 3月14日 一支由吉安六道沟派出的 日军和北警察草费队 共120人向我军追来 杨景宇指挥部队在17道沟展开 一个冲击就将敌人打到狼白而逃 接着杨景宇率部在老土顶 大小吊水湖 蚊子沟一带 撞了一个大弯 将尾追的敌人甩掉 回到了蚂蚁河 大东岔一带的深山密林 开始建立密营 这时候他得到情报 驻守榆树林子的2000名伪军 为了对付我军 将于某日向陵北双岔河东 大营 东大营一防 杨景宇没有放过这个战机 他在那一天早上早早就设下了埋伏 一战就将走在前面的 伪军一个整连 全部见面 后面的敌人听到枪声 大事不妙 也不来源掉头就跑 我军缴获枪支 一百余支 子弹万余发 取得了进入老两山区后的 又一场重大胜利 其后杨景宇抓住时机 率部一鼓作气 连续袭击了伪警察所 派出干部 发动群众 建立反律组织 建立起我党控制下的基层政权 1938年5月 两万余名日军结束在南满的 又一次冬季大讨伐之际 以大东叉和八宝沟为中心 长达百余里的老冷山区 已经成为异军的天下 抗日名将杨景宇 又一次 率部冲破了敌人设下的 必死之王 生存下来 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那1937年冬呢 为了获得积养和棉衣 转入蚕白山秘营中休整 魏正民呢 二军的魏正民 决定集中兵力 攻打一个能得到较大 较获的城镇 经过仔细侦查 他选定了辉南县城 这里有敌人一个军系仓库 还有一些经营棉花和布匹的 日本洋行 只要将其打开 二军大部分部队和这年春秋 夏秋之交 从夏江千里辗转归来的 二军独立旅的东庄 又得到了解决 粮食呢 也可以得到较大一批 独立旅原为武师的武团 1936年东周保中北夷下江以后 随着武师一起留在 隋宁坚持斗争 那么1936年 敌冬季大讪伙之后 二军损失严重 为整民写信给周保中 要武师的一步回原南满 周保中接信以后 将武师的武团调至牡丹江 四岛河的武军军部 补充兵员配备干部 改编为二军独立旅 令其挥师难下 1937年4月 独立旅从方正大罗利密出发 历时六个月 形成千里 穿越迪带夏江隋宁东满 设下的树道封锁线 终于于十月到达了南满 在蒙江北牌子 二军军部见到了卫正民 二军独立旅的回归 是受到严重削弱的 一路军得到显著的加强 那么10月25日夜 二军的教导团独立旅一部 68团共400余人 分数路悄悄地包围了回南 26日凌晨两点 各部突然从四面发起攻击 城内的日北军仓促应战 一时分不清我军主要的进攻方向 由于战前侦察工作做得很细 我四面攻城 分散手机的策略又揍了笑 敌兵力角落的南门 首先被攻克 城中二十余名日军 奉命来源 被我突进城内的部队一一击毙 距南门不远的敌军需仓库 和日本洋行随即被占领 我军缴获了大批的军物资 又从日本洋行里没收了许多的棉布 毛衣 溶衣 魏正明见作战的目的已经达到 马上命令部队交替掩护 携带战利品撤出战斗 战士们喜气洋洋的将缴获的物资 装上了几辆大车 抢运出城 各部队跟着撤出 为了防备日北军来追 魏正明途中留下六十八团担任阻击 不多一时 敌人追兵赶至 我军一阵猛打将其击退 然后迅速转移 敌人怕前面还有伏兵 不敢再追 徽南一战 二军军部独立旅教导团 六十大部的挤养和服装 基本得到解决 这天冬天 当两万多名日军 在长湾山区的冰田雪地里 到处讨伐之时 二军各部队已经遵照军部指示 避敌锋芒 退到了深山密营中掩蔽 没有遭到很大的损失 魏正明自己却没有进入密营 徽南战斗后 他带着独立旅一步 踏上了寻找杨敬宇的漫长路程 这时候魏正明也迫切的希望 见到杨敬宇 商讨一路军在形势恶化了 南满地区的战略计划 风雪泥漫的十一月和十二月 魏正明和独立旅的指战员 一直在蒙江境内转悠 希望能打听到杨敬宇的消息 一天深夜 他们正在蒙江牌子大森林中前行 突然发现前面火光冲天 原来是一队日军正在雪地上速营 有的就着火堆 烘烤衣帽 鞋袜 有的吃东西 有的睡觉 枪支胡乱的加了一旁 此处三面是平刚 一面是山地和丛林 魏正明无意间遇上了这个战机 哪能错过 当即决定趁敌人不备 给他一个猛击 他从独立旅挑出七八十人 组持了一支精干的突击队 带着竖艇机枪 悄悄的爬上了敌火队北面的山头 步枪机枪一起开火 敌人猝不及防 许多人连枪都没摸着 就被击毙击伤 逃脱者不是少了鞋 就是丢了帽 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 被大批的冻伤 后来日军方面承认 此一伤亡 包括冻伤后被截支者 达到二百余米 受此震动 日军讨伐指挥部 竟以为杨静宇回到了蒙江 提掉大批的讨伐军赶来 以牌子大森林为中心 反复拉往青角 蒙江牌子一战 也使得魏正明意识到 杨静宇不带蒙江 不然后者就会得到消息 主动寻找他会师 魏正明此时又想到 杨静宇可能在金川河里 当即就率着独立旅南下 途中击溃了最新 达到蒙江的日军精锐宪兵 第三团进入到河里深山 那么十二月末呢 魏正明仍没有在河里 找到杨静宇 一月为了解决粮食 也为了用战斗与杨静宇通消息 他率独立旅 连续进攻了当地的集团部落 二月初又攻击敌重点设防的 金川寒家街 将伪警察全部缴线 魏正明没有找到杨静宇 却再次将进入蒙江的那批敌人 引到了金川 日寇以为在环宽 游地区失踪的杨静宇 又到了这里 魏正明在得不到杨静宇 消息的情况下 率部东进临江 突袭了应对拉的据点 又将敌人引进了临江 三月魏正明率部 突然转回金川 回头向北 进入到一军二十活动的 华点地区 敌人终于被他搞混了头 失去了目标 在华点 魏正明遇上了独立旅 旅长方振生 率领了独立旅 另一部 华点也没有杨静宇 这个冬天 几乎找遍了整个 南满游地区的魏正明 随即率领独立旅 全部转向临江 通化 吉安 谋求与杨静宇会合 四月 魏正明率领独立旅 东渡浑江 在吉安清沟的 与三百名日北军交战 间谍八十余 在这里 他与一军的二十会合 共同袭击了吉安县 双岔河为警察所 伏地三十人 脚枪三十支 还知道了杨静宇的确实消息 月末 魏正明与杨静宇派来接应的部队会合 如果说一九三六年冬天 是二军的战斗帮助了一军 顿入山林 修养元气 那么在一九三七年的冬天 和一九三八年的春天 又是魏正明和二军各部 在南满的大范围的游动和出击 牵制和迷惑了日寇 掩护了杨女 在吉安老岭山区展开 这个冬天 魏正明没有找到杨女 却帮助了杨女 他和二军独立旅的应用战斗 是一路军历史上 极为重要的一场 1938年5月中旬的一天 魏正明率领独立旅和一军二师 在吉安老岭的武道沟 与杨女会师 两位朝思暮想的战友相见 十分激动 这不是一次平常的会师 他是经历了1936年 1937年 日为血腥大讨伐之后 依然存在和战斗的一军和二军 这两大抗联队伍的会师 是两位九死一生的 抗日名将的会师 两支队伍的人数 没有以前那么多 状态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但会师的本身 已经说明了问题 敌人出动了数十倍 与我军的兵力 展开了一切 可以使用的手段 仍然没能将一路军消灭 这就是胜利 这就是鼓舞 老两会师在心理上 对杨靖宇和两军官兵的 影响更大 经过了长达两年的 严峻岁月的考验 一路军挺过来了 日后两年间耗尽气力 仍没能消灭掉这支大军 今后要消灭它 就更困难了 这是一路军胜利的节日 也是杨靖宇和魏正明 本人胜利的节日 就他们两人而论 这一副会师 还极富于启示意义 敌人的进攻停止了 我军长达两年的被动地位 我军的防御和退却 也要停止 就要重新转向 主动和进攻了 在武道沟 杨靖宇还是第一次 看到了 从下江跋涉千里 回归南满的 二军独立 这支胜利军的归来 增强了杨靖宇转入 进攻作战的信心 在欢迎独立旅的大会上 杨靖宇大声的 向全旅的指揮人员们说 同志们 共产党这条蛟龙 是敌人杀不死 锁不住 斩不断的 我们也许会遇到 一时的困难和挫折 但正义在我们一边 人民在我们一边 最后的胜利 一定属于我们 那五月中旬和六月初 一路军总部和南满省委 在劳岭五道沟召开会议 杨靖宇 杨靖宇 魏正明 独立旅政委 义俊山 等十余人与会 会议讨论了 七七事变后 全国和全东北的形势 交流了两年来 反讨伐的经验教训 认为由于日美 强制推行集团部落 和无人区政策已告完成 我军在战术上的优势 不复存在 以我进入相持阶段 敌军坚守据点 我军退往秘营 一路军应采取 保存实力粉碎 敌人全面进攻的策略 作与敌人长期相持的精神准备 在关于战略方向问题的讨论中 杨靖宇再次提出 应与关内的八路军取得联系 进入与党中央恢复联系 结束一路军 孤权敌后 独自苦战的局面 他讲出了自己的打算 年内再次组织一军 进行第三次西征 有过前两次的失败 杨靖宇这次拟定了一个 两路突击的计划 先从一二师抽掉兵力 补充三师 由三师先行西征 接着一二师两师 合并一处 兵出另一个方向 造成两路齐出 相互掩护的态势 使敌人防不胜 杨靖宇当时目光灯流地指出 即使我两路队伍 不能完全成功 但只要其中一路成功 就是胜利 他同时提议二军的四六两师 由魏正明率领 坚守南满老区 继续牵制敌人 五师仍留在隋宁 与东满四线活动 以便保持南满与吉东 及北满抗联部队的联系 杨靖宇重新焕发的 斗争热情和坚定的信心 感染了每一个人 也感染了魏正明 魏正明同意了杨靖宇的计划 根据杨靖宇的建议 杨靖宇的建议 会议还做出了一项决定 由于一路军副总司令 王德泰的牺牲 魏正明正式接任了这一职务 劳领会议是一路军 历史上又一次重要的会议 他的决议表明了杨靖宇 在战胜了日口连续两年的大讨伐后 重新恢复到两年前那种 良好的积极主动的精神状态里 一路军不仅要在战术的意义上 发起反攻 还要再次在战略意义上 进攻敌人 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 清楚的反映在会议期间 杨靖宇为两军的建议 创作了著名的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里 那么那首歌呢 与其说是军歌 不如说是经历了两年的艰难与挫折 刚刚恢复了进攻性心态的 杨靖宇自己激昂的心声 摆着不挠的杨靖宇 又要积极主动的向敌人冲锋 那老领会议后 一路军开始了新的出击 老领会议期间 日为已经将他们的满洲剿匪之花 伪军锁井轻 派往吉安大举的讨伐 这个旅的军官主要由日本人担任 进入老领集区以后 倒出了烧下抢劫 无恶不作 被群众恨之入伍 杨靖宇和魏正明决心 狠狠地打击这种敌人 6月6日晚 他们兵分两路 一计出发 魏正明率二军教导团 三百余人前往蚊子沟 敌举点外 埋伏停荡 让被敌人派来侦查 我军虚实的农民王文堂 叫开拒点大门 一举突入 将围警察全部俘获 次日清晨 我军从敌距点撤出 故意让人将消息 告知所履 那住在吉安县城的所履 一个营文逊 当即命令 线围警察大队带路 向蚊子沟方向扑来 这个时候 杨靖宇此时呢 已经带着一军军部 支数部队四百余人 每人携带五天的干粮 进入距蚊子沟 七八里远的房子沟 沟口阵地 埋伏带敌 6月11日 我监察哨 发现敌人已经开进蚊子沟据点 指挥部命令部队 日夜间不再撤出阵地 12日 这个营的敌人 共140人 不等同行的围警察大队吃完饭 就领先出了据点 向我伏击阵地开来 等敌人全部进入我伏击圈 杨靖宇一声开火 十几型机枪同时大响 日伪军纷纵中断 被队形大乱 这时杨靖宇命令号兵 吹响冲锋号 我军战士人人奋勇 杀进敌群 活着的伪军 一个个丢下枪 举手投降 这场战斗只用了十几分钟 就将敌全肩 俘获击步枪一百余支 我军无一伤亡 杨靖宇的反攻 一发而不可收 本子沟战斗以后 他率领一二军的部队 连续向敌通缉铁路工地 发起了12次 暴风骤雨式的攻击 6月19日夜 一军教导团和20 共700多人 分别袭击了 土口的隧道工程现场 第11、12 老岭和桥梁工地 以及杨岔工程分区 日本监工宿舍 BD9人 其中8名日本人 伏地90 解放劳工700余人 日未当局承认 6月19日 是通缉县建设史上 用雪斩红的最悲惨的日子 24日夜至次日凌晨 杨靖宇再次指挥 一军教导团 袭击了土口的隧道工地现场 设在东刚的 极东工程分区 和伪军第五团团部 解放了中国劳工250人 在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打击上 敌人的通缉铁路工程 全现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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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